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器人学家吗 格里迈尼斯先生 贝莱问道 被硬生生打断发言的格里迈尼斯 不但显得惊讶 而且有点困惑 机 机器人学家 对 机器人学家 不 完全不是 我和大家一样 天天使用机器人 但我可不知道 他们肚子里有些什么 老实说 一点也不关心 可是 你住在机器人学研究院里面 这是怎么回事 你 有何不可能 格里迈尼斯的声音里 透出了更明显的敌意 如果你不是个机器人学家 格里迈尼斯做了个鬼脸 多蠢的问题啊 当年这所研究院 在设计之初 就被规划成一个 自给自足的社区 我们有自己的交通工具修理厂 有自己的个人机器人维修厂 还有我们自己的医生 和自己的建筑师 我们的员工 统统住在这里 如果有谁需要人体艺术家 他们就会找 山提瑞克斯 格里迈尼斯 而我当然也住在此地 你说 我不该住在这儿 是指 我的专业 有什么问题吗 哦 我可没怎么说 虽然贝勒赶紧撇清 但于事无补 格里迈尼斯 仍余怒未消地 别过了头去 他按下了一个按钮 接着又花了一些时间 审视一条五颜六色的 长方形的带子 最后做了一连串 很像是用手指打鼓的动作 一个圆球 从天花板轻轻地落下 停在他们头顶上方 大约一米之处 然后圆球像橘子般的 一半半包了开来 里面随即出现色彩的变化 同时伴随着一连串 轻柔的声音 两者结合得十分巧妙 贝勒不但看得目瞪口呆 不久后还发现 由于融合的天衣无缝 声光竟然彼此难以分辨 这时窗户已变作不透明 一半半的橘子皮更加明亮了 太亮了吗 格里迈尼斯问 呃 不会 贝勒迟疑了一下才说 这是用来当作声光背景的 我挑了一个能缓和情绪的组合 要知道这样我们比较能够以文明的方式交谈 然后他很干脆地说 我们进入正题好吗 贝勒费了一些力气 总算将注意力从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上移开 格里迈尼斯并没有介绍他的名称 贝勒说道 请别 我很乐意 你是否指控我 涉嫌把那个名叫詹德的机器人弄坏了 我只是在调查这个案子的相关背景 但是你曾提到 我和那个案子有些牵连 事实上几分钟前 你还问我是不是机器人学家 我知道你心里打什么主意 你试图让我自己承认懂得一点机器人学 这样你就可以正式指控我 指控我是 那个机器人的终结者 你可以用凶手两个字 什么 凶手 谁也不可能杀害机器人 总之 我并没有终结他 或是杀害他 或是对他做任何事 我告诉你 我并不是机器人学家 我对机器人学一窍不通 你究竟怎么会想到 我必须调查所有可能的关联 格里迈尼斯先生 詹德 随属于加地亚 那个索拉利女子 而她是你的朋友 这就是关联 她的朋友可能不计其数 这算不上什么关联 你可愿意声明 当你在加地亚家的时候 从来没有见过 从来没有 一次也没有 你从不知道 他有个人形机器人 对 他 也从未提过他 他那到处都是机器人 统统都是普通货色 他从没有说过 拥有其他类型的机器人 贝勒 耸了耸肩 很好 我没理由怀疑你 未说实话 至少 目前为止 那你就对加地亚 这么说吧 这正是我想要见你的原因 我要请你这么做 不 我坚持 加地亚 有任何理由 不相信你吗 当然 他受到了你的蛊惑 你朝那个方向 跟他打听我 于是 他假设 总之 他起疑了 事实上 他今天早上联络我 就是要问我 和那件事 有没有任何的瓜葛 这点 我已经对你说了 那你否认了吗 我当然否认 而且坚决否认 因为我和那件事 真的是毫无瓜葛 但如果由我自己来否认 不会有什么说服力 我要你帮我出头 我要你告诉他 在你看来 我和整件事情 没有任何关系 你刚刚已经这么说了 而且是在完全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你不能诋毁我的名誉 否则 我可以告发你 向谁告发 人身保障委员会 或者是立法局 这所研究院的院长 和主席本人 有很好的私交 而我已经针对这件事 送了一份完整的报告给他 我并非消极等待 你了解吧 我已经在采取行动了 格里迈尼斯使劲地摇了摇头 像是打算表现出一副凶狠的模样 可惜 他的长相实在是太温和了 以致完全欠缺说服力 挺好 这里可不是地球 在这儿 我们受到了完善的保护 你们的世界人口过剩 所以你们地球人 必须住在一个又一个的蜂窝 和乙穴里头 你们彼此推挤 彼此逼到窒息 这都没什么关系 一条命或者一百万条命 都没什么差别 悲赖竭力避免声音中出现轻蔑之意 你爱看历史小说吧 我当然爱看 那些内容都是写实的 你让几十亿人挤在一个世界里 一定会发生那种情形 而在奥罗拉 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 我们的机器人 把每一个人都保护得很好 所以在奥罗拉 绝不会出现暴力事件 更遑论谋杀案了 唯独詹德一案例外 那并不算谋杀 他只是个机器人 至于不像暴力攻击 那么具体的伤害 则由立法局负责保护我们 凡是有危害公民的名誉 或是社会地位之类的行为 人身保障委员会 都会采取广义解释 非常广义的解释 若有奥罗拉人 像你刚才那样 就会惹上大麻烦 至于地球人嘛 我想我是受到立法局的邀请 前来进行这项调查的 如果没有立法局的许可 我不信法斯托弗博士 能把我弄到这儿来 也许吧 但即使这样 你也无权超越 正当调查的底线 所以说 你打算把这件事 提到立法局 我打算请研究院的院长 对了 他叫什么名字 凯顿阿玛迪洛 我打算请他 替我做这件事 要知道 他也是立法局的一员 而且还是母星党的领袖之一 所以我说 你最好向贾迪亚解释清楚 我是百分之百无辜的 我很愿意这么做 格里迈尼斯先生 因为我也猜你是无辜的 可是 除非你允许我问些问题 否则 我如何把猜测 变成肯定呢 格里迈尼斯 犹豫了一阵子 然后 他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情 将上身靠向椅背 双手放到脖子后面 想表现得轻松自在 却适得其反 他开口说道 问吧 我没什么好隐瞒的 问完后 你得立刻联络加蒂亚 就直接用你背后的 那个三维发射器 然后把话说明白 否则 你会惹上难以想象的麻烦 我了解了 但首先 格里迈尼斯先生 你认识 瓦西利亚 法斯托弗博士 有多久了 或是你称呼他为 瓦西利亚 莫路博士 格里迈尼斯 又犹豫了一下 才以紧绷的声音说 你问这个做什么 这和那件案子 有何干系 贝莱叹了口气 那张苦瓜脸 显得更苦了 我要提醒你 格里迈尼斯先生 一来 你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二来 你希望说服我相信你的清白 这样 我才能替你说服家底 干干脆脆地告诉我 你到底认识他多久了 如果你并不认识他 不妨就说一声 但如果你想这么做 基于职责 我得先告诉你 瓦西利亚博士 已经声明 你和他很熟 至少 熟到了会向他求欢的程度 格里迈尼斯显得很苦恼 他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 我不懂为什么会有人 拿这种事情大做文章 求欢 是完全自然的社交行为 不干他人任何事 当然 你是地球人 所以才会大惊小怪 据我了解 他并未接受你的求欢 格里迈尼斯 把双手移到膝盖上 并握起了拳头 接受 我这婉拒 完全是他的自由 我也婉拒过一些异性 这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吧 那你到底认识他 多久了 好些年了 大约 十五年吧 你是否在他 和法斯托弗博士 仍住在一起的时候 就认识他了呢 那一时我还小 他红着脸打倒 那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完成人体艺术家的训练之后 我被找去 替他设计一套服装 他很喜欢我的作品 从此以后 凡是这方面的工作 他一律找我替他服务 所以 你是否多亏了他的推荐 才获得如今这个职位 或许可以称为 机器人学研究院 员工专属的人体艺术家呢 他只是认为我够资格 我凭自己的实力 和其他人一起参加考试 最后赢得了这个职位 但他到底有没有推荐你 有 格里迈尼斯没好气的 简短回答道 而你觉得唯有向他求欢 才算是对他做出够体面的回报 格里迈尼斯做了一个鬼脸 还吐出了舌头 仿佛尝到了什么难吃的东西 那么讲 实在 实在恶心 我想 只有地球人会做出这种架设 我之所以想的求欢 只是因为 我喜欢这么做 因为他长相迷人 而且 生性热情吗 格里迈尼斯 再次显得犹豫 嗯 我并不会说他 生性热情 但他的确 十分迷人 他说得很谨慎 我还听说 你会向任何人求欢 不做任何筛选 那是天大的谎言 哪部分是谎言 是 你会向任何人求欢 还是 我听说 是我会向任何人求欢这件事 究竟是谁告诉你的 我想不通 你为何要我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你提供给我一些 令人难堪的情报 会不会希望我 暴露你的身份呢 如果你认为我会那么做 还会不会对我 知无不言呢 好吧 不管是谁说的 反正 反正他在说谎 或许只是 过分夸大吧 在你向瓦西利亚博士求欢之前 有过向别人求欢的经验吗 格里迈尼斯别过了头去 有过一两次 并不认真 可是你对瓦西利亚博士 很认真 这 据我了解 你曾一再向他求欢 这相当有为奥罗拉的习俗 哦 奥罗拉的习俗 奥罗拉的习俗 格里迈尼斯 气得讲不下去了 他紧紧的抿起嘴 额头 也皱成一团 听好了 贝勒先生 你 你能否替我保密 可以 我提出这些问题 全都是为了让我相信 你和詹德之死 毫无牵连 一旦我说服了自己 你大可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 那就好 这没有什么不对 请你了解 我没什么好羞愧的 这只能代表 我有很强的隐私感 而这是我的权利 对不对 嗯 一点也没错 你要知道 我觉得双方之间 必须存在深厚的情感 心爱活动才会完美 我想这点 也非常正确 所以不关其他人任何事 你说对不对 这听起来 也有道理 我一直梦想找到那个 完美的伴侣 从此不必再找其他任何人了 听说 这叫做 丹欧制 虽然在奥罗拉见不到 但在某些世界还有 地球 地球就采用这种制度 对不对 贝莱先生 理论上如此 格里迈尼斯先生 这正是我要的 我已寻觅了许多年 当我偶尔尝试性爱活动 我能感觉到确实少了些什么 然后 我遇到了瓦西里亚博士 而他告诉我 人们常会对自己的 人体艺术家 吐露心中的秘密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们和客户非常的亲近 这就是绝对要保密的部分 好 请继续 格里迈尼斯 舔了舔嘴唇 如果 如果我说的这些话 该泄露了出去 那我就完了 他会想尽办法 让我再也接不到客户 你确定这件事 和你的调查有关吗 我全力向你保证 格里迈尼斯先生 此事很可能 重要无比 好吧 看起来 格里迈尼斯 并未完全被说服 我 我跟菊瓦西里亚博士 告诉我的事 一点一点的拼凑 最后 最后得到一个结论 她事实上 还是处女 她的声音压低到了 有如耳语 哦 我懂了 贝勒轻声大道 与此同时 她想到 瓦西里亚 曾一口咬定 她的父亲 毁了她的一生 因而更加了解了 她为何那么痛恨 她的父亲 这 这令我很兴奋 我觉得自己能够 完全地拥有她 而她一生之中 也将只有我一个人 我难以解释 这对我而言 意义多么重大 总之 这使得她 在我的眼中 美丽无比 我实在太想得到她了 于是 你向她求欢 是的 而且 接二连三 她的拒绝 并未令你气馁 或许可以说 那反倒更加凸显 她是处女 令我更想要得到她 越困难的事物 越会令人心痒 但我不太会解释 也不指望 你能了解 其实 格里迈尼斯先生 我还真的了解 否论 这么快 PROpie 并未令人喜怀